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老顏尼 B料理濾杯 那這個老顏尼濾杯就是 陶座方和日本咖啡大廠 Halio合作的一個產品 陶座方算是台灣茶界一個很有名的品牌 他們的工藝也很厲害 所以這一次竟然破天荒的和日本Halio 有達造了一個合作 就是可以使用Halio的設計做成老顏尼 所以這個在圈子裡面也引發了一段樂意 這樣的一個海外的生產的一個作品 其實我們會發覺說 它在美感上面 或者是說它在它的設計上面 或是它的棕魚圓柱上面 其實非常符合高標準的 所以老顏尼這個V60 目前廣受大家好評是可以想像的 但是它是不是除了外觀上面 和傳統的V60有差異 那它的風味上面也沒有差異呢 那今天這是我們的主要的問題 希望今天的這個做時間的過程之中 跟大家一起來研究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先來沖煮 然後沖煮完以後 我再把我的觀點跟大家分享囉 好 那我們先來做沖煮 然後兩個濾杯 我會用一模一樣的研磨度 一模一樣的水溫 一模一樣的沖法 來做沖煮囉 OK好 那我們就開始實驗 好 剛開始一樣 悶蒸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好 跟剛剛差不多 剛剛45 現在44.8 然後我們一樣等30秒 然後呢 推粉法推到180 然後今天使用的磨豆機 是FellowO的 那我用的研磨度是4.1 4.1 4.1 比 是比較粗的研磨度 好 悶蒸時間30秒 好 還有5秒 好 好 推粉法 把泡泡全部挖起來 往外繞 把粉推到最高的位置 然後呢再回來 180 好多一點點 好可以跟剛剛一樣 181 剛剛是1分22秒左右留完 我看老遠的V20多少 好 差不多1分20秒 幾乎是一樣的 好 中間給水 然後呢 往外繞到300 好 300 OK 完成 剛剛是2分鐘就留完了 2分鐘就留完 好看一下老遠的V60多少 也是2分鐘 多1秒左右 2分05 差不多2分05秒 好 OK 那我們來測一下溫度 大約是70度左右 大概是70 69到70度左右 其實兩個V60的數據呢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那第一個 我們經典款的V60呢 大概是1分22秒 2分鐘 老遠的V60呢大概是1分22秒 一樣 但是它2分05秒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兩個濾杯呢 其實事實上來說 我整體的速度算是相當差不多快的 但是其實喝起來會有差異性 那另外一個參數給提供給大家 就這一杯我們 沖煮完2分鐘 就是90度的水下去 然後經過濾杯 然後經過到我的下壺 因為我下壺兩個看都是室溫的下壺 那V60 經典款V60呢大概是68度 那老遠離V60呢大概是69度到70度左右 大概有 因為它跳了69點多 然後跳到70 所以我已經可以說是接近70度 所以它中間可能會有張 可能有最多啦 可能有到2度左右的溫差 所以這幾個數據呢 我們就可以來推敲一下 我覺得主要差異在哪裡 首先第一點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老遠離的V60呢它的肋骨可以摸摸看 如果你們有上手的話就會發覺說 老遠離的肋骨到了下半段的時候 其實無論是從下半段到上半段 尤其是上半段的部分呢 它是比較銳利的 它是比較尖尖的 然後那 傳經典款的V60呢 它就是從頭到尾都是圓圓的 所以事實上來說呢 這個老遠離的V60 它是下半部的肋骨比較深 但是到了上半部的部分 它是變得比較淺一點點 如果有摸過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深淺的部分 就會導致於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像剛剛我們發覺說 當你的水位拉得比較高的時候 老遠離的V60的流速呢 會突然慢一點點 因為它的肋骨的深度比較淺 但是呢我們到了低水位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發覺說 如果水位比較低的情況之下呢 老遠離的肋骨深度呢 是跟經典款的一樣 但是它仍然是比較銳利一點點 所以深度差不多 但銳利度呢會稍微再好一點點 所以事實上來說 它的肋骨呢 新典款的V60比較像是 從頭到尾的深度一樣 但老遠離比較像是 下面比較深 上面比較淺 這個結構呢其實 換句話說 我們就可以這麼去想像 因為它在低水位的時候呢 它的 銳利度是比較顯著的 那在高水位的時候呢 它的肋骨沒那麼深的情況之下呢 它在高水位的時候流速就會變慢 所以比較容易做出比較多的後段 如果你用高水位的煙法的話 就會做出比較多的後段 那如果你是在低水位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流速的酸質方面 其實呢 因為它的肋骨又比較銳利 OK喔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一樣深度 但是肋骨比較銳利的情況之下 它的肋骨之間的空氣通道呢 是比較寬的 因為一個是像這樣子 兩個圓圓的 所以我中間的空氣通道呢 是比較窄的 那如果你是尖尖的的話 就是這樣斜面尖尖的話呢 它的空氣通道會比較寬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這麼簡單的判斷說 當你的肋骨 下半部比較尖的時候呢 它的做裹刷能力會比較強一點點 因為它在低水位的時候呢 它的流速會比較快 那高水位的時候 流速會稍微慢一點點 所以這個就顯得 和原版的V60 會有一點風味上的差別 這個其實是非常些微的差距 如果你可能沒有兩個一起比較的話 你可能不一定能夠很明顯的感覺到 但是確實呢 這也符合學長這幾個禮拜 充足的一種心得 我會覺得 如果我選擇老眼睛V60的話 它的層次的差異性呢 真的是還比較強一點點 因為它酸質可以做得更酸 那後半段的口感呢 也會比原版的V60 稍微再厚實一點 可以補了以前V60後半段 比較容易擔保的問題 但是中間呢 還是要依靠你的穩定的充足 如果你充足不穩定的話 可能這些感受度 你也不會感覺到 那如果你是高手的話 我相信你兩個一起充足的情況下 你是可以明顯的感覺到 風味上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雖然很些微 但是事實上是喝得出來的 因為現在溫度讓它稍微降一點點 經典款V60 我深深的覺得 老岩尼的V60的酸度 更強一點點 然後甜度也更強一點點 其實這一點為什麼呢 我們除了剛剛說了 它的肋骨 比經典款的 稍微再銳利一點點 而且有變化之外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說 它的酸質變強了 同時甜度也變強了 這一點呢 有些人會認為說 老岩尼它的礦物質釋放 它畢竟是老岩尼 所以是會釋放出一些微量元素 讓你的整體喝起來的 風味上面會比較偏甜一點點 這個就像是用三泉水煮茶 會比較甜一點點 但是我會覺得 因為它裡面是有上釉的 實際上有上釉 等於說它實際上有一層釉 保護著你的濾杯 它可能對你的風味影響 我個人是覺得 是可能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一直都不覺得 這是一個它受到影響的主要原因 我覺得它主要原因在於是說 它的保溫效果 它的蓄熱效果 會比V60 傳統經典款V60 還會再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剛剛在經過時間的時候 發覺說 我兩個都沒有溫杯的情況之下 中間大概會有兩度左右的溫差 那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是兩度左右的溫差 在整個沖煮時間裡面 都是長時間這裡的溫度就高兩度 這裡的溫度就低兩度 假設 那可以想像到 整體的萃取率的話 然後你的風味上面 可能在甜感的萃取 更容易達成 因為裡面的蓄溫能力會比較強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說 這兩個濾杯呢 它的差別不在於是 大家很簡單的說 就是因為它 材質不同 而是有很多些微的成分 譬如說 一個是它的熱骨的些微變化 第二部分是它的蓄熱能力的些微變化 這兩個能力的堆疊會形成說 它的酸質也變強了 甜度也變強了 它們兩個的基因相同 但是細節上面 卻是有一點不同 就像是一個雙胞胎 但是畢竟哥哥跟弟弟 經過不同的成長背景 它們還是會有一些差異 你可以認得出來 這兩個的風味是不一樣的 實話說我覺得 老耶尼好喝蠻多的 因為它的風味強度 還是比B60再強一點 那好喝不好喝有時候 一回事 風味多不多 有時候是一番兩顆也沒 風味多 萃取率高 你說實在 你的口腔裡面就會覺得說豐郁 而且喝起來的爽度不一樣 就像喝薄薄的跟喝很厚實的 你就覺得喝厚實的 特別過癮的那種感覺 所以 如果這兩個濾杯 我還是會優先選擇老耶尼 希望各位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比較看看 它濾杯部分還有 一次燒跟五次燒 那五次燒是長的是這一顆 五次燒 是否它的蓄熱能力會更好呢 或是說它的流速變化會更好呢 不知道 那我們下一次呢 我們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我再來做 一顆兩顆三顆的大批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OK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留言 如果你還沒訂閱學長的頻道的話呢 也歡迎你訂閱學長的頻道 還有打開小鈴鐺 學長會很感謝你 OK 好謝謝大家囉 我們下次見拜拜